還有就是最受歡迎的新北市外籍勞工歌唱大賽又來囉 想要一盞歌後的外籍勞工朋友還有僱主 從現在開始到5月31號為止都可以報名參加 市府勞工局外勞服務科表示 這次的比賽分為越南歌曲組、泰國歌曲組、印尼歌曲組 還有菲律賓歌曲組等六組 各組冠軍可以得到新台幣15000元的獎金 本次的賽程區分為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 這個獨唱組以及外籍勞工國台語獨唱組 以及這個外籍勞工與雇主的國台語合唱組 那這個過去的我們歷屆的活動都吸引了許多我們新北 不論是追逐地在新北市或工作地在新北市的這個外籍勞工 跟雇主朋友一同參加 那我們這一次的這個報名期限到5月31日為止 歡迎有興趣的外籍勞工朋友或者雇主 可以透過電話錄音或者是LINE或者是這個錄音光碟的部分 來參加我們這樣一個活動 蘇勞工局表示 副賽局決賽的時間分別 定於6月14日到7月26日兩天進行 決賽當天 現場除了有好康摩彩及有獎真達 本屆更增加了LINE實況轉播 讓外籍朋友遠在國外的親友們也可以透過轉播 同步欣賞精彩的賽事 去年度在第七屆辦理外籍勞工新聞幫歌唱大賽的時候 就有一位我們家庭看護工 以及他這個受看護人高齡92歲的受看護人 一同來這個參賽 那也獲得這個當次賽程的這個冠軍 那其實這個這個受看護人92歲的高齡這個伯伯 也是非常的高興 他說他這一輩子最高興的就是在這個時候 然後能夠接受全場的雇主 以及這個這個外勞朋友的這個這個祝福 那他也奪得當次的這個冠軍 他覺得我們辦理這樣的一個活動 能夠促進他跟外勞的這個感情跟互動 老公局歡迎居住地或工作地 在新北市的外籍勞工朋友呼朋引伴來參加 也可以邀請雇主組隊報名參與 讓好聲音被更多人聽見 借鵬強師傅長報道